2020大选观测战 大选里面所扮演的一些角色是什么 这一次总统大选 只要你是符合投票资格的人 你都可以在明年的1月11号去投票 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 有很多专门针对青年选票的证件出现了 也看到了很多年轻人 他们站出来呼吁候选人 要重视他们的福利或者是政策 所以今天我们为您锁定青年选票 这样的一个话题 或者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他们应该要有怎样的青年政策 这对于吸引年轻人来投票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的这位受访者 他亲自来到节目当中 特别给您介绍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的秘书长张玉萌 秘书长你早 早安主持人 我看到了不少你们在脸书上 在社群平台上面所提出来的一些年轻选民 应该要享有的一些政策 因为可能这些政策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不得不在这边先请你要告诉我们大家 因为如果有更多的年轻选民 愿意回去投票 这会是促成未来的总统候选的参选人 他们来重视你们 好 来 这样一个所谓的返乡列车的资讯 我可不可以先请秘书长在节目中透露一下 过去其实一直以来 年轻人都面临到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国的选制问题 所以导致年轻人他因为要就学或就业 得要离开他的户籍地 这对各位年轻人来说 其实会造成很多的成本 并不是说其他的族群的朋友 就不需要离开户籍地 只是说年轻人因为就学就业 离开户籍地的这个现象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比例 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是我们可以从大概2000年开始 每一次的总统大选或地方的大选 我们都可以看到首投足的投票的比率 大概是30%左右 那接下来只要在网上 大概到25到35岁的投票朋友 这些选民们大概都只有20%左右 可是相较之下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在65岁以上的这些选民的朋友 因为他们的居住地 大部分跟他们的户籍地 是高度的重叠的 那也可能因为呢 这一些朋友已经退休 或者是已经结束过去工作的生涯 那所以回到自己的户籍地居住 或者是将户籍地迁到居住地 那这样的现象可以导致 这样的选民的投票率 可以到90%以上 所以有这样巨大的落差 我们可以看得到 并不是年轻人不去投票 而是一定背后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 那我们过去也访问非常多的年轻朋友 其实大部分的朋友 并不是不愿意投票 除了户籍地跟居住地不重叠的这个现象之外呢 其实也造成很多过去的候选人 并不愿意提出青年的政策 这就导致一个恶性循环是 候选人没有这样的压力 年轻人又不去投票 那就导致年轻人的投票率 没有办法在某一个歧视点往上升 因此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 提出这样的 回家以后 2020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发起的 青年民主返乡列车的计划 那让年轻人可以有个机会回去投票 因此我们这一次的计划内容 是联合近60所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 一起在各大学发起这样的返乡专车 那让年轻人可以用最低110亿元的票价 就可以买到从全台湾各地发车 回到自己居住的县市 去投票的这样的专车 那当然我们也有设防一些限制 就是说你必须要回到你的户籍地 并且你的年龄需要在20到35岁这样的区间 那可是我们也是在各个大专院校的校门口发车 其实让在附近的居民 只要你其实是年轻人 不一定要是学生都可以来达成 是这样子 有意思了 就是说青年民主返乡列车 你刚刚所提到最低的票价只要110 那我们在网路上的平台 在公正的Flying V这个网路募资平台 发起募资的计划 那因此你就算没有要购买票 那但是呢你支持这样的计划 你也可以用资助的方式 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家 因此其实虽然我们目前购票的人数 大概是2000人左右 但是其实已经有近4000位朋友 已经参与这个募资的计划 因此其实全台湾关心这个政策的 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 其实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是其他的族群的朋友 都可以来参与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我们最后也跟大家承诺的是 我们会把所有的财务报告都公开 让大家知道我们一分一好的钱 都是用在让年轻人回家 投票这个议题上面 太棒了 因为提高年轻人的投票意愿 提高了投票率 想请教你目前募资的情况如何 就是你刚说4000多 你总共要募资多少 达成目标了吗 如果没有 我们赶快鼓励大家一起来 其实我们已经达成目标了 而且已经超过了 那我们预计本来的目标是90万的资金 其实这也呼应到我们去年在2018年的地方大选 我们也同时举办了青年民族返乡列车的计划 当时总共募集到的资金就是90万元 因此我们知道说社会上有非常多的朋友是关注这个计划 我们并不担心募资不成功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才上线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已经募集到200多万元的资金 它远远超出我们本来预期的金额 因此我们紧急跟游览车的公司在做调配 我们也不希望排几道当天本来就有的班次 因此我们希望可以再往上加 那我们现在总共也发出了近90班的这个列车 对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加开的班次 还没有额满 但有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待说赶快赶快加开 我们今天也会公布新的班次 说得我热血沸腾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邀请到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的秘书长张玉萌 请秘书长在节目中首先为大家分享 其实他们发动了所谓的青年民主返乡列车 这件事情是在募资平台上进行 目前为止募资的成绩还不错 那所以呢可以多加开几个班次 那欢迎大家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 当然你可以共襄胜举好不好 那最重要是反乡投票 表达你自己的政治的思想跟主张 去表达你想要投票给谁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民主政治来讲是再重要不过的第一步 讲到这件事情 当然你刚也提到候选人对于年轻族群的政见 其实我们摊开过去的这个政见的表格上面来看 其实是比较少的 或者说就算是有吧 辽背一格 有没有说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2020了 你们经过了讨论以后 其实有哪些政策是年轻人最应该要重视的 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之中 我们其实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就提出并不偏颇某一阵营的自己的青年政策白皮书 那在其中也提出了不同的面向 譬如说追求永续发展或者是尊重多元价值等等的议题 那其中包含有像是近年来其实受到非常多社会各界关注的能源的议题 或者是性别友善的议题 或者是社会上面让年轻人可以减少压力的 不论是住房的议题 或者是就学的议题 我们都希望可以做到的是 在每一个社会议题里面都有一个青年的面向 因为过去其实总统候选人一直很习惯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敷衍色泽 让年轻人好像买不起房 你就来租房 你租不起房 我就扩建宿舍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是 可以全面性的检视 为何现在青年买不起房 租不起房 或者是租屋市场 买房的市场 为什么对年轻人这么不友善 是不是同时包含有劳动 青年劳动低薪 或者是青年的就学 没办法让他吻合他未来就业市场 那这又导致说在我们整体的台湾经济发展 在这20年来 其实是对年轻人一直很不友善的 那同时有包含有对于这些财团 或者是对于这些比较富有的这些人士 持有大量空与屋的这样的问题 那也因此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 是在各个议题的面向里面 都有一个青年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最注重的是青年 对于政治的参与 这个政治并不像是大家想象中 一定要出来选举 或者是一定要帮特地候选人助选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是 如果青年不一定要特别帮某一位候选人站台 但是可以对整体的我们台湾的政治处境 创造一定的压力 让候选人不得不让青年参与政治议题的表态发生 那各界的候选人都必须要回应这个问题 以及各个层次的候选人 不论你选的是总统 或者是选的是立法委员 县市长也一样 你都必须要注重你的选民之中的青年 因为这在台湾占了非常非常多的比例 那只是因为过去在选票之中并没有浮现 你刚刚所提到这些内容 其实坦白讲是台湾目前当前的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必须这么说 你刚刚提到居住正义的问题 然后低薪的问题 坦白讲这两个问题已经 我不知道我们节目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篇幅来讨论 对 真的是 可是我很遗憾 我必须跟就是秘书长 你们有一样的感觉 好像这些问题对候选人来讲 应该不是他们的重点 是是是 我们都了解 其实我们常举一个很好笑的例子 就是说 每次只要有教育的一些改革 譬如说选制的改革 那就会有一些朋友说 那我们就回到过去联考的时代 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团体 到教育部前面去抗议 第一个团体应该是教师的团体 会说 我们要对现在的这些学生 要减轻他们的压力 会有另外一群团体是家长的团体 那家长的团体会说 我们要让孩子有更多的竞争力 另外会有一群的团体 可能是教育改革 由非常多社会各界的学者组成的团体 但是 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 最重要的政见 都没有年轻人的参与 没有学生真的在里面发出声音来 那社会各界 其实很少会问学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学生压力很大 我们也都知道学生现在的考制 其实面临到 必须不断的要改革的问题 但是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这很有趣的是 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在体制内的参与 是其实在欧洲各界都有 我们都可以知道非常多的国家 有青年局或者是青年部门这样设置 甚至会有独立的青年议会 那在美国或者是日本这样的先进国家 也会有青年的部长 或者是大臣这样的设置 但是在台湾过去其实有青府会 那现在有青发鼠这样的设计 但是我们都看得到 现在其实政府各界 不论是中央的政府 或者是县市层级 都在努力纳入青年咨询委员 这样的设计 但是其实这样的设计 在过去一直没有一个 专责的运作的一个逻辑 或者是制度化的机制 那这也导致每年只要到 总统大选的时候 年轻人好像就会暂时 被列入每一个证件的发表 但是在落实的方面 也不会有人监督 那或者是也不需要 在未来执政的时候 对年轻人负责 你讲到一个重点 提出了证件 不但要去实践它 而且还要监督它 有没有做好这个证件 是 所以设立一个 专责青年事务的 一个专属机构 至少要 不能比现在的青发属 要层级要更低 甚至于要开始真正 有很多政策面具 落实重视这些证件 其实这是个大难题 是 没错 其实青年的政策 在各个部门里面 都必须要去落实 那因此一个专责的 青年的这样的部门 才可以去做到 一个跨部门的整合 让所有的议题面向 都浮现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 稳定的 可以为青年发声的 这样的一个管道的话 年轻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譬如说我们提出的 青年政策摆皮书 或者是我们在这次 总统大选里面 也邀请三位总统候选人 前来跟青年对话 那透过这样 很理性的对话的方式 让总统候选人 发表他的青年政策 那年轻人如果有不满意 或者是有在追问的 都尽管在现场挑战踢管 那这些总统候选人 在现场跟年轻人对话 你不满意 你就不要投给他 你如果对他有什么 其他的想法 你也可以后续的 再用更多更多的方式 譬如说你在网路上 或者是在其他的 NGO的团体 也可以持续的 对总统候选人进行追问 那如果他有幸当选了 他当然也要对他的承诺负责 那我们希望的是建立这样一个 良善的政治的环境 让青年也可以在政治里面 有一席之地 有一个问题 我想直接的问你 一般我们都会说 我要看候选人 有没有提出这样的证件 如果有才是让我去投给他的理由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候选人提出这样的证件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审视他 还要去仔细拆开来看一看 这个证件可行性高吗 你觉得就年轻人的学识来讲 我们要怎么样做 做哪些事情 才可以提升自己的层级 让自己具有具备这一些 审视政策的能力 是 我们都了解说 年轻人其实现在在网络上 都非常的高度关注 各个候选人所提出来的证件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候选人不只要提出 他们认为必须要实现的证件 而且要具体去实现 想要实现跟实际上实现 是很大程度的差异 当然 那因此其实各个 这一些年轻人来说 在网络上的高度关注 在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 针对不同的议题 都有非常多的解释 其实在现在 我觉得在台湾民族的社会里面 资讯非常的发达 所以各个总统候选人 其实没办法逃过青年的解释 那只是说这个检视最后有没有办法 让在各党或者是各个候选人 实际的造成他的压力 因为我们台湾就算明年1月11号去选举 但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任期 一共就是四年 在四年之间 可能如果连任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候选人当选了 他在四年之间 他很难很难有实际的压力 因为我们的罢免的门槛也非常高 他不大能真的被监督 那也因此我们其实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让总统候选人 在选前有这样的政治承诺 那在选后 其实各个NGO以及各个大专院校 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 我们的青年民族返乡列车 总共串联将近60多所的学校 那在全台湾已经是三分之一的大专院校参与 那这个其实是很高门槛的一个活动 但是有非常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主动的加入 那我们也可以期待的是说 在未来任何一个候选人当选之后 这些大专院校 或者是像我们是这些NGO的朋友 其实都会有非常强力的监督的力量 那从各个不同的乡镇市 各个不同的大专院校 各个不同的议题领域 来监督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那我了解说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大知道 要怎么样关注政治 但是其实透过这些青年团体 或者是透过这些 代表这些学生的学生会 那主要当然也是关注这些学生 平时日常生活 最了解这些学生朋友的这些代表 那都可以有非常强而有力的监督 我们的台湾最强而有力的 就是我们的公民社会 以及年轻人的活力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只要有各个候选人 抛出一些政策 或是抛出一些 没有办法被落实的政见 年轻人都会很快的 在我们现在的社群里面 叫做打脸 那这个打脸其实不分任何党派 不分任何的候选人 对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对年轻人来说 非常公平的 那台湾的年轻人 其实我们也才 以我个人而言 我才22岁 那我没有经历过去 台湾很长一段的历史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 没有包袱的选民 所以我们对于台湾 其实有很多的了解 但是有很多的期待 那也因此我们是不需要 为任何一个候选人背署 然后去宣传我们认为重要的价值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视频为您访问到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的秘书长张玉萌 请秘书长来跟我们聊一聊 有关于在这次总统大选里面 协会所提出来一些 应该候选人要对年轻族群的一些重要的政见 至少要涵盖哪些层面 早安台湾这个节目真的要跟时事要很贴近 所以接下来有两个题目我想请教你 但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不多 请你要简单的回答我们 这两个跟新闻时事有关的话题 一个就是你刚提到所谓的罢免 或者是投票的门槛 当然目前大家都主张能不能下修到18岁 这个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最近所谓的网路霸凌的事件 非常非常受到瞩目 这个某某神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甚至于逼到人家自杀了 那对于这样的话题 年轻人又参与网路程度是比年纪大的人又高 对于网路霸凌这事情 你们的看法又是什么 针对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选举门槛下修的问题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但我们也都了解 其实20岁的选举年龄 是规定在我们的宪法里面 所以相对当然修的门槛会比较高 所以当然我们这样的主张 但是我们的策略 或者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 就是在这个会期 我们一定要先把 民法里面的其他18岁相关的年龄下修 我们有一些很好笑的例子 可以合法购买 烟酒的年龄在台湾是18岁 但是你因为我们的税制的 这些税法相关的规定 所以你如果要在台湾的机场的免税店 你知道一旦出关进到免税店 你20岁才能购买烟酒 那这个是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或者是说 在台湾其实你在雪霸 或者是在玉山国家公园 你可以当领队的资格年龄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前者是18岁 后者是20岁 那是因为玉山国家公园比较危险吗 我认为不是的 我认为是因为这些各个国家公园 或者是风景区 在规定他们的年龄的时候 根本就产生一些混淆 对于他们来说中央的法规 到底成年是18还是20岁 他们没有一个头绪 所以呢 在台湾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 或者是我们举一个年轻人更能懂 但是很敏感的议题 就是说在台湾其实你有性自主 是16岁 你可以从事性行为 但是呢 你在18岁以上 你才能观看情色的影片 那这个是我们的民法跟刑法的规定 那因此我们在台湾的所有的年龄 其实是非常混淆的 在现在其实我们当然有非常多的修法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未尽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会期里面 可以先通过民法的成年年龄下修 那在20岁的选举门槛的这个修宪 我们可以到之后 我们再讨论说 这个先行的这个民法年龄下修 对社会到底有造成什么样实际的困扰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应该要让年轻人也可以来参与这个投票 那第二个网络霸凌 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关注 我们在前天的总统大选青年论坛的 蔡英文的场次 我们其实也有提出这样的政策的踢管 跟蔡英文总统候选人询问 那蔡英文总统候选人的答复是说 针对现在的所有的管制 也就是在网络上面的言论管制 会有非常多的朋友有很多的疑虑 针对言论自由 是其实我们应该要高度尊重的价值 那我们也都了解 但是我们其实一直主张的是说 在现在的网络上面 除了网络霸凌 其实很多的是 透过大量的资金去管制 或者是去煽动网络上的言论 那这些很多时候牵涉到的是 虚假的讯息 或者是来自于非本国的这些虚假讯息 那也因此 其实大家想到的是说 关于立法 或者是关于政府介入 就是用禁止的方式 但我们想不是的 年轻人高度接触的是 网络这些平台 我们需要做到的事情是 让所有的这些言论可以透明化 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是了解到的是说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的言论是免责的 所以我们可以大声的说出我们的想法 但现在有非常多的朋友 其实是利用这样的匿名性 那去对自己的言论 或者是甚至是违法的言论 都不用负责 所以说我们希望的是 做到一定程度的资讯揭漏 甚至是资金的揭漏 那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张玉萌一个人讲话不用负责 但张玉萌如果讲的话 背后代表的是特定的势力或者是资金 我一定要为这样的言论负责 那这样才可以达到说 我们言论的市场 不会被其他的资金 或者是其他的势力控制 像这一次的事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 背后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势力 在操纵这样的议题 那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 在自由的言论市场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希望做到的 其实是资讯的揭漏 那这个在美国 其实在每次大选的时候也都行之有年了 只要你是为特定候选人广告 或者是为特定的政治人物背书 你必须要表态说 你的背后的资金的来源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 是过去 我们对于诈骗电话 在台湾 每个人几乎都接过诈骗电话 都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我们现在透过一定程度的立法 那去管理这些诈骗电话 那甚至是现在其实很多时候 根本不需要法规了 我们年轻人自己接到诈骗电话 我们都觉得很好笑 怎么会有这么扯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在网路上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事情是说 怎么还会有人被网路上 虚假的资讯骗 那这个时候其实政府 并不需要积极的管理 它就可以达到言论市场 大家有一定的免疫力 那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让政府在这几年来 至少在下个任期里面 可以关注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台湾长出一个 健全的言论自由的市场 这也是我们希望可以比较乐见的 教育也是一个手段了 是 真的 我一直对于所谓的网路霸凌事件 有非常深刻的体认 我们也看过网路霸凌 最糟糕的结果 包括之前的外交官自杀的事件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视 也谢谢宾夫长 今天在节目中为我们提供 这么多宝贵的意见 告诉我们年轻人也重视这个话题 也不愿意看到不好的结果发生 一定是 好 这个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时间 好不好 民主长 我们再把这个返乡列车的这个讯息 再告诉大家一次 那希望大家可以的话 在多久之前 几月几号之前 可以的话 赶快上来参与这件事情 好 我们现在的2020回家以后 青年民主返乡列车的计划 依然在网路上募资中 那我们现在的募资 已经达到200万了 那也因此我们希望非常多 如果是来自社会各界需要来购票的朋友 赶快来购票 赶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投下宝贵的一票 我们在网路上用FlyingV公正的募资平台 用最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 也会在未来公开我们的财务报表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 我们所有一分一好 都是用在让青年返家投票的这样的内容之下 那我们这一次的计划内容 串联了来自全台湾60所的大专院校 也让全台湾预计可以达到 3000多位的年轻朋友 可以搭上我们的返乡列车 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 那我们会在12月24号之前 结束我们的募资计划 我们会在1月10号 1月11号两天 都发出我们近90班的青年民主返乡列车 让这些关注青年投票 以及实际要投下青年选票的这一些朋友 回到自己的家乡 投下宝贵的一票 是 我们非常谢谢秘书长跟我们的分享 刚刚这位受访者 他是中华民国青年民主协会的秘书长张玉蒙 坦白讲 在整个访谈的过程 我是感觉到热血沸腾 谢谢 对 因为青年的议题本该如此 年轻人有活力 本来就应该大声说出他们的主张 早安台湾很乐意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欢迎以后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其他的主张 都欢迎秘书长 可以带着其他的成员 一块来上节目 好不好 没问题 一定 好 今天谢谢你们了 拜拜 拜拜